大朋友小朋友們 先打招Lady First 榮榮先好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榮榮 然後很開心可以看到大家 然後也很開心這次可以為寵物當家配音 因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毛孩子 然後相信大家在那麼熱的天氣還過來 一定是也非常喜歡小動物的 真的 毛孩子也跟著來 毛孩子還不脫衣服的 對不對 絕對是批到底的 旁邊那位阿姨是 沒有啦 閃亮 閃亮 等一下來 我開玩笑 再來是佳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佳彥 謝謝大家過來 因為天氣真的 最近真的很熱 然後我很開心的為寵物當家配音 我覺得配音完全是一個 我覺得是另一個領域 然後對我來說是很新鮮好玩的一個經驗 喔 那麼接下來我們旁邊的閃亮 這也是第一次配音嘛 來跟所有的朋友們打聲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閃亮 我也很開心 這次很擔任這次的配音 那 謝謝大家 很可愛 接下來 在我們在我的左手邊 你們的正前方的 當然就是我們這次在裡面 飾演雪球的上陣 掌聲鼓勵 哈囉 大家好 哇 那個這個 我們就稍微來聊一聊好了 既然最後一個問題落在你身上 雪球是一隻可愛毛茹茹的小兔子 對 結果 片中的主人翁叫做Max 叫做麥斯 麥斯是一隻看起來 非常富有正義感的小狗 雪球卻是有一點人格分裂的兔子 為什麼在這兩個角色之間 聽說 本來你兩個都很想要配 對 因為一開始 是要幫他們做這個配音的時候 我是只看過那個 外國版的一個預告片 是 然後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有 我們自己有養我們小狗 對 剛剛看到Mini 然後我們就很喜歡寵物 然後去 因為我們也沒有看到 我們沒有看到片子是怎麼樣 所以他說 有比較是主角的是那個Max 然後另外一個大反派是叫雪球的這個 我現在配的這個小兔子 他們說這個雪球比較有挑戰性 那我覺得也蠻可愛的 因為他的性格比較顛覆 有很可愛的一面 很萌的一面 然後也有很暴力 不是很暴力 就是很神經質的一面 神經質 那我覺得他對 他跟那個兔子的感覺比較像 那我覺得 這樣的性格我沒有嘗試過 所以你想要挑戰看看 以聲音來人格分裂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看到啊 我看了片子 我看了片子裡面 他真的是上一秒鐘是正常 下一秒鐘就馬上崩潰的那種 你有辦法嗎 而且大部分三分之二的時間 他都在喊 都在鬼火 對 他都在叫 那想想請問一下 你在配他的這個 有什麼困難嗎 所以在配的時候就很痛苦 因為覺得好像被騙一樣 不會啦 是很好玩 因為他就是剛剛 就像你講的 就是上一秒是很可愛 下一秒是很神經質的 對 那我覺得這個反差很大 可是他一直叫 一直叫 我覺得就是也蠻傷口的 所以在配的時候 我也不能配太多天 可能配兩天 就要休息兩天 然後再配兩天 所以你沒有辦法連續配就對了 對 因為他一直叫 了不起耶 真的是一個演員 幹嘛這樣搞自己 還要演戲就好了 還挑了一個特別有人格分裂的選手 就喜歡寵物嘛 然後就挑戰嘛 對啊 酷 真的太酷了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問一問 來問一問閃亮好了 閃亮是第一次對不對 對 我第一次配音 第一次配音 雞排哥 雞排哥 對不對 那麼請問一下 你除了流汗之外 你汗怎麼可以流成這個樣子 Oh my God 今天好像穿錯衣服了 謝謝 來想請問一下閃亮 這個就是在配音的時候 因為知道自己要 哇 現在是動畫明星 那個心裡有什麼感覺 然後有做什麼準備嗎 我有做準備 我有看了很多 我有看 我是看玩具總動員 我是配那個 學那個豬排哥講話 因為我會肥肥的 像豬嘛 結果我到配音的時候 發現 我是配人類 我是配一個雞排哥 等一下等一下 張融融小姐 她在說的時候 你為什麼在旁邊 撲痴笑成這個樣子 那是 很贊同她講的話 還是 因為閃亮剛剛跟我說 她最近要減肥 喔 是是是 減肥是她大概從小到小 六年級就立下這個志向 五年級其實 五年級對不對 現在還不時晚 對不對 別急別急別急 好然後繼續繼續 然後你還有什麼準備嗎 我講完了 喔這講完了 對我準備結束了 喔這真的嗎 對 所以基本上 第一次被邀請 心裡面的感覺是什麼 很開心很緊張 因為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是看著 我們看著螢幕 然後就看動畫 很可愛動畫在動 然後你配了她的嘴型 就是 很酷的自己的 沒有這樣的體驗 我覺得很棒 你現在還記得 雞排哥的台詞嗎 呃 他打呼 他的台詞 並不是很明顯 大概聲音比較多 接下來旁邊這一位 他飾演的是一隻貓咪 叫做克羅伊 那麼來看看他本人的個性 到底跟他像不像 讓我們歡迎張柔榮 嗨 嗨 是的 就是我這一次就是飾演的是 Chloe 然後這一隻小貓咪 是 嗯 那個時候也是 看預告的時候 覺得特別好玩 因為他就是 長得很萌 然後但是他非常非常喜歡吃東西 只要主人不在家的時候 他就是 會把冰箱打開來吃東西 那其實跟我之前養的一隻狗 有點像 嗯 我之前養的狗狗是我們 就像我們吃完飯 有一些菜還在餐桌上的時候 他就自己 跳到椅子上 跳到桌子上 然後就開始嗑我們的飯菜這樣 蛤 真的啊 那不是就一秒鐘不見 東西通通被吃光嗎 就差不多 然後所有不能吃的也都吃了 所以我大概會了解那種就是 真的很忍不住想吃東西的感覺 那那個貓除了很愛吃之外 他就是很慵懶 愛吃通常就是會比較胖嘛 然後走路就會變慢 我們講優雅啦 對 好貓咪稍微有點神秘 然後有時候也不太管事 對不對 他常常會出一些好像出了 但是沒出的主意 然後比較優雅一點 這個部分的個性跟熔熔本身有沒有像 可能不大像吧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急的人 我還蠻快的 然後我就算慢慢的也是因為我在發呆 也不會是跟優雅有什麼關係 所以基本上要不就是很急 要不就是放空 0到100也沒有中間值的就對了 因為我們他通常都會覺得 貓咪是就是很靈活嘛 彈跳然後都比較精瘦 這個貓咪就是比較胖胖的 然後慢慢的 然後只要跟大家跑一下 他就是會開始 很喘這樣子 OK所以在這個配音的過程中 你第二次配音了嘛 對我第二次配音 所以在配音的過程中 應該相當游刃有餘 不會碰到什麼麻煩 其實我覺得都還是不大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在配音的時候 會聽得到他的原因 所以其實有一支是被干擾了 剛開始會有一點被拉走 然後尤其是我們嘴型對到的時候 又要是跟字數差不多 嘴巴大的時候 我們要一直當場會去換一些台詞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好玩的 平常沒有碰到過 這是另外一種挑戰 對不對 好的旁邊有一位 跟戲裡面的女主人 也就是麥絲的女主人 頭髮竟然剪一模一樣 都是短髮俏麗一足的 讓我們歡迎柯佳燕 嗨凱蒂 嗨凱蒂 凱蒂你好 好你好 凱蒂你家裡養了麥絲 又把公爵養回來 然後你現在讓麥絲跑掉了 你會不會難過呢凱蒂 嗯 其實他們在我不知道的時候 經歷了一場冒險 所以你出門的時候他們都還在就對了 對 我不知道我不在家的時候 寵物到底都在幹嘛 對 今天這個電影最重要的就是 當你出門之後 你不知道寵物在幹嘛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嗯 主人 主人 你有沒有真的想過 現在你以真的身份 你有沒有真的想過 萬一今天你真的不在家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寵物 可能做了什麼事情 我 因為我自己家裡養了兩隻貓 然後也是之前劇組拍戲的時候撿到的 一直是克羅伊嗎 不是 他們現在還很瘦 真的嗎 就是很瘦的那一種 有開始胖了 然後他們現在也大概 快八個月大 我之前有想過我不在家的時候 他們應該都會站起來走路吧 我的幻想 我不在他們就是站起來 然後霸佔沙發 會自己開電視開冷氣 然後自己喝一杯啊 然後真的 然後聽到那種大門的聲音要開了 就趕快把所有東西關掉 裝沒事 然後在地上呼嚕呼嚕倒過來 然後等你摸它這樣 對 裝沒事這樣 然後想到自己是一隻貓 原來家彥覺得他家的寵物 既然會在他不在的時候 既然會自己開電視 開冰箱 看電視 蠻妙的 那我們來問問看閃亮好了 閃亮你有沒有覺得你的寵物 如果說你不在家的時候 他幹了些什麼事 偷睡喔 因為我有雅雅一隻很胖的貓 我是撿來的 貓不用偷睡 貓一直都在睡 因為我們會比賽 我們在坐視 我是沒有想過在家裡 我不在家的時候 但我們會比賽 比如說我在彈球 我在錄音 然後我就會比賽說 誰先睡覺 我是這樣跟他講 蛤 因為我有加一個攝影機 然後他有的時候 會偷偷這樣睡 我就覺得很可愛 但我沒有想過他 眼睛閉起來 你就忽然回頭跟他說 輸了 他就說 主人還沒睡 主人還沒睡 好但榮榮呢 榮榮想像力會不會比較豐富一點 你有沒有覺得 今天我們一關彭彭 然後家裡的寵物會搞什麼鬼呢 你有沒有幻想過 我一直覺得我現在狗有點笨 所以我就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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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